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大家介绍我所从事的研究 刚才咱们主持人也介绍了 我其实主项是从事犯罪心理的 那么犯罪心理研究我在很多的场合下也在讲 那么这个领域大家听起来很偏 实际上我认为研究犯罪心理就是研究人性的弱点 所以它应该作为人生的一个知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了 就是犯罪心理问题很多源于人的早期 所以呢我在犯罪心理研究的这个职业过程当中吧 就是非常重视研究人早年的一些心理问题 而且呢就是真正要破解人的一些心理问题的话 你也会发现它和人的早年的关系密切相关 那么这个相关呢也就让我开始重视这一部分的工作 也就是说呢我在媒体上或者在很多公共场合呢 也在做大量的宣传这个预防未成年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预防工作呢实际上也是和我们现代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 那么现代生活呢有那么几个特点 第一呢我们现在独生子女政策 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 所以说的简单点呢也就是说等你有经验了 你就没有机会了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现代社会呢 大家都是更多的这个社会化的生活 那么我们到点要去上班 然后到点下班 回到家里呢还要忙很多的事情 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呢 就是家庭成员真正能在一起 这个进行很好的这种交流啊教育啊 这样的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孩子呢 虽然是自己带大的 但是感觉到非常有时候很困难 带起来很陌生或者很难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呢出于这些方面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今天想重点讲一讲 就是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他有哪些关键点 那么这些关键点我们应该做什么 所以呢这个我原来的那个标题 就是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对策 我今天简要了一下 就解析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心理问题 首先我讲这个如何看待未成年人的问题啊 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的这个青少年 或者说未成年人都是健康成长的 而且只要家庭比较好 父母是一个非常对孩子这个严格要求的话 这个孩子都会很好的成长 但是也有些父母呢也是很好的人 而且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 但是呢孩子也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有些家长当他们遇到很难的时候呢 常常会就是来找我 我曾经遇到一个外交官啊 他是长期住外的 结果他通过一个朋友这个找到我 16岁的一个男孩 他后来就很痛苦 他甚至都跟我这么讲 他说我都想自杀 他这个儿子简直拿到 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有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打电话来找我 我遇到这种情况 我经常说什么问题呢 我说其实孩子不用来找我 你大人来就可以了 这个很多家长都觉得很疑惑不解 什么问题呢 我这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孩子的问题呢 往往是成年人造就的 孩子的每一种心理或行为问题 一定和父母的行为有关 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呢 不在于孩子 而在大人 所以这是我们很多家长 没有意识到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讲未成年人的问题 是滞后反应 滞后反应呢 这个我后面会讲他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当你发现 这个孩子已经不好教育了 就是说一般都在青春期吧 十四五六岁 这时候孩子有时候很难管 但问题呢 往往是往前 我打一个比喻 就是说当我们坐到医生面前的时候呢 这个任何一个医生面前的病人 他那个病都不是这一天之内得的 也就是说 那么青的呢 可能有三五天 重的呢 可能就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的问题 他往往是在 问题是往前走 比如说他十五六岁发生的 这个发生的行为问题 他的心理问题 应该是在十二岁之前 甚至还要早 那一会儿呢 我会通过一些实例来讲这个问题 那第三点呢 就是心理发展有关键期 这个心理发展有关键期呢 养个孩子 有时候跟养个小宠物一样 我们养个小猫小狗 大家就有这经验 这个小狗 你管他最好的时间 是八个月之内 八个月之内 有些习惯没养好 这个等到后来 比如他咬人这样的一些坏习惯 你到后边再想改 很难 所以呢 就是心理的 他的成长过程啊 孩子的心理发展 还是有关键期的 那我前面讲到一个问题 就滞后反应 滞后反应呢 这个 我待会儿会从这样几个问题来谈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心理成长和发展的 他的时期 大致上可以分为哪些时期 那么按照我们发展心理学呢 在18岁之前呢 可分这样的 就是一岁之内叫乳儿期 两到三岁叫婴儿期 四到五岁为幼儿期 六到十一岁为雪凌初期 十二到十五呢 为少年期 十六到十八为青年初期 这个 十八岁之内 我们都知道 这是人的成长期 这成长期呢 大致上这六十期呢 我们可以再继续分为两大时期 一个呢 叫一恋期 一个叫青春期 一恋期呢 一般就是刚才我讲的十二岁之前 这个十二岁之前呢 什么叫依恋 我当然后面要讲 那么这个时期呢 说简单一点 它是我们教育孩子 最关键的时期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很弱小 他对父母 对抚养人 都有着相当的依赖和依恋 而到了十二岁之后 到十八岁 这就叫青春期了 青春期呢 一般人在这个时期 属于比较逆反的 有的时候就很乖的孩子 到这个时期 都会出现一些行为问题 或者一些心理问题 有些问题呢 你不用去管他 他会自然的就恢复正常 也就是说 当他度过青春期以后 他会恢复正常 但是有些孩子 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 他青春期出了问题以后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你比如有的孩子犯的过错 是不可逆转的 比如说他要是伤害致死啊 或者这个 参与了一些什么抢劫行为啊 那就比较严重的 刑事犯罪的话 他会有一个污点 所以青春期呢 是人最容易出事的一个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 管起来也是最难的 但是这两个时期 总体来讲呢 都是人的未成年时期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时期内 孩子出问题 应该说我们成年人 尤其抚养人 都有责任和义务 去帮助他 去帮助他矫正 那么前一部分时间呢 最好放在家庭 而后一部分时间呢 最好放在社会 也就是说 前一部分的工作 要重点做在家庭 当孩子到十五六岁 出问题的时候呢 有时候需要社会来干预 干预呢 比如像一些 这个公渡学校啊 这个或者一些 特殊的夏令营啊 还一些特殊的学校 像类似于军校的 这种管理 来强制 对他进行一些矫正 那么大致 我讲一下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两个时期呢 他的心理发展内容呢 我在这罗列了一下 我简单说一下 第一呢 是情感发展 然后是言语发展 然后社会性发展 认知 观念性格 自我意识独立 独立性 那么这些问题呢 其实里头还有一些发展 我只是在这里 罗列了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 那么到了18岁之后 人就进入了一个 就是相对的独立的 这样一个时期的 就是他比较成熟了 会随着他年龄 越来越成熟 那么我经常讲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是18岁之后 他的人格开始趋于稳定 而且呢 性格决定命运 在这里我后面会讲到性格发展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教育意识啊 很多人特别注重孩子的智力发展 包括我们的社会的 有时候发展也是 看一个人有没有前途吧 往往看他是不是来自一个名牌大学 然后他的学历有多高 但是你真正到45岁之后 你看这人能不能坐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恰恰这些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性格 和他以性格为核心的人格 所以呢 这个早期呢 这个问题呢 如果父母要培养得当的话 这个人才会有后劲 否则的话呢 再聪明 我们知道有很多读到这个博士 博士后 他到40岁之后也平平淡淡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很多性格上的问题 导致他在事业上发展有一定的障碍 那么这里我们讲 他是心理发展的是一环套一环 我现在呢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关系捋清了 大家就知道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问题都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是情感发展 这个情感发展呢 为什么作为人早期的一种心理现象呢 这和人的一个特性有关 我们知道人呢 是高等动物 而且是在这个大自然界当中 众多这个生命当中呢 是最高级的了 也就是说人是最聪明的 可是呢 就是这些聪明的人呢 有一个特点 他在生命的早期 却是最笨的 那么心理学家曾经把这个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和一个刚出生的大猩猩的 那个小猩猩放在一起抚养 把它放在同样的背景下 想看一看 这个动物和人的这个二者区别 结果发现呢 在一岁之内 大猩猩比人要聪明 这个 抚养人跟他这个 整个两个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两个生物一样的来对待 同样的抚养人 同样的吃 同样的穿 同样的环境 那么就星星呢 他会对人做出各种 有明显反应 就是比如说他很快乐 他跟你很友好的互动 一岁之内 而孩子呢 人的这个孩子呢 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刚开始就是吃啊睡啊 半岁之后 虽然有一点反应 但基本是不能自主的 也就是说他很多 都是被动的反应 那么到一年之后 人们发现这个人的发展 开始日新月异 而星星的发展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了 那么也就是说 人呢 在一岁之内呢 他相当的 就是反应很少 而且他相当的 无能和无助 这个无能无助呢 人就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在生命的早期 刚出生的时候 他的本事啊 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哭 这是人出生就有的 第二个呢 他算有点的本事呢 就叫吸人反射 就是吃奶啊 吸奶 这个吸人反射指什么呢 就是你随意的拿一个奶头 或我们的手指 轻轻触及孩子 他的脸的任何一个部位 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他会把嘴挪过来 这叫吸人反射 但如果你把这手指 放到侧面去 这孩子过不去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人在出生的初期 他能做出反应的 这区域就是面部 因此人的 他的这个活动区域非常小 他一不能抬头 二不能翻身 那么这个孩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他至少有七个月 到八九个月 就是完全吃喝拉撒 全是靠另外一个人 那么这个靠另外一个人 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的痛苦的解除 都在这个抚养人 只要这个抚养人一出现 他就能吃了 这个抚养人一出现 他就能翻身了 这个抚养人一出现 他下身就舒服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所有的需要的满足 和由此带来的快乐 都和这个抚养人的出现 息息相关 因此日复一日啊 他这个时候呢 从快乐体验 到他快乐过程当中的注视 以及他耳边听到 这抚养人的声音 那么到半岁之后 孩子最开始出现的 一个心理现象 就叫认人 认人呢 我们都知道 那小孩谁养他 他到半岁左右 半岁到一岁 那个就是七个月 到十二个月之间 他开始挑人了 只要这个人一出现 这孩子就很快乐 如果这期间 比如半年之后 妈妈上班 把奶奶从老家请来 说你帮我开始带孩子吧 我上班期间你带 那你看这孩子第一天 也就是说前半年 他没遇过奶奶 这个奶奶 这个六个月份之后来了 第一次奶奶上手 妈妈上班的时候 这孩子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会出现抗拒 这个抗拒什么意思呢 就是妈妈把奶 奶瓶塞到他嘴里 他不喝 他会拿嘴给你往外拱 他困吧 你那摇着晃啊 抖啊 他不睡 干嘛呢 他觉得 他觉得他这个人不对 什么不对呢 相貌不对 声音不对 气味不对 所以他就会闹 一直要闹的 真的是筋疲力尽了 他才能睡着 那么这种认人的现象呢 就是人最早的心理现象 我们叫情感 这个情感的出现呢 它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这个现象 我们有时候也叫依恋 只要学这个心理学同学 很多知道这个 在发展心理学当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现象 依恋就是指孩子在早期 他的这种 对某人的一种认准了以后 接近他 以该人分离紧张不安 重逢时候的高兴轻松 那么这个 他们对动物研究也证明这一点 所以依恋呢 他是人早期最初的一个心理现象 这说明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很简单 但是这问题很重要 就是人和人的关系 始于人的需要的出现 而需要的满足 一定和他人有关 在满足的过程当中建立情感 所以人和人的关系呢 第一是需要 第二就是情感 我记得有一次 这个我到一些大学去做讲座 大学生当时 我去 有一次去中科院自动化所 他们书记跟我讲了一句话 说我们这儿吧 犯罪的不多 自杀的不少 说您讲讲怎么防止自杀 结果后来我在那儿讲到 这个当时谈马杂绝案件 谈到这个生命的意义 就有底下过地这张条子 说什么呢 就是生命是我自己的 我为什么不能决定我的生命 当时我看这条子 我想跟他 我当时回答的就是这么讲的 我说你没有研究生命的起源 你要研究每个个体的生命的起源 你就知道生命是不是你自己的 我打一个什么比喻呢 就好比你走到街上 你饿了 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饭店 然后你就坐下点一堆菜 吃完了以后一抹嘴 你就开始往外走 我说这个话就叫生命是自己的 我可以说那嘴呢 是他这个喂的 不是我的 换句话讲 每个人他一出生 就这前半年的抚养 包括到他三岁之前 他几乎完全不能自主 他不能自主的情况下 他所有的东西都依赖于他人 因此一个人只要活下来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进了饭店 吃了人家的饭 你就欠了人家的债 你能不还钱就走呢 所以把生命说成自己的 是不了解生命的发展进程 其实每个人一活下来 只要我们活到今天 我们都欠 欠这个自己的父母 欠这个社会的 那么这个欠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人的生命早期 是相当无助无能的 而正是因为这个背景 造成了人的这种情感发展 而情感发展 又决定了一个现象 就是情感是诸多 心理发展的一个基础 有了这个发展 我们才有其他的发展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父母由此获得什么呢 获得抚养孩子的心理资本 也就是说 父母要想对孩子 有真正的控制力 尤其是母亲 在生命的早期 对孩子要想有真正的控制力 那靠什么控制呢 不是靠吓唬 你比如说您对一个两岁之内的孩子 你吓唬是没用的 他说跟你嗷嗷哭起来 那你真的没脾气的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 他能够听你的呢 那就必须是抚养人 那么我们来看一段话 这是我的前半生 也就是末代皇帝 父姨他有一段记录 就是讲到他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小皇子 那么在他生活的早期呢 应该是被这个周围的人都来宠爱的 那么他讲 他到了11岁的时候 则打太监以前家常便饭 他说他那时候的冷酷无情 灌发威风的性格开始形成了 劝也劝不过来 他说每逢我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 太监就要遭殃啊 那时候他讲11岁前后啊 他说如果我高兴的话 想开心取乐 太监也要倒霉 他说我在童年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嗜好 除了玩骆驼 喂蚂蚁养蚯蚓 看骆牛打架之外 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 他说在我懂得利用近视房打人之前呢 这个那时候打人那是属于那个下令的 但是平时他日常收到经常恶作剧 他说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 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 忽然异想天开 大家都知道在他面前的太监 可不是奴才吗 奴才让干嘛就干嘛 所以他觉得他们太顺从了 很好玩 于是他有一次 他说我想试试 他们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 挑出一太监 指着地下一块脏东西 说你给我吃下去 结果这太监真的趴在那就吃下去了 他说还有一次玩救火的那个气筒 喷水取乐 玩着前面走过来一个年老的太监 他说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 把水龙头冲着他喷过去 老太监蹲在那居然不敢跑开 被冷水击死过去 后来经过抢救才把他救活过来 他说在人们的多方 逢营和百依百顺的情况 养成我虐待别人的取乐的恶习 也就是他师父呢 当然他一犯坏的时候 人们刚开始都找他的那老师师父 但师父呢 给他劝他的时候 给他讲人数之道 可是呢 他说呢 没用 他说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 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 说来说去 我还是个以凡人书的皇帝 所以他们劝导没有多大的效力 大家可以看 就是因为他这种抚养背景 没有办法 已经养成他那种 就是灌发威风 这个恶作剧 无恶不作了 但是他讲在这个过程当中 唯一能阻止恶作剧行为的是谁呢 就是他的如母王娇士 他说他是我在西太后面前 哭着要找的那位嬷嬷 他一个字不识 不会讲什么人数之道 也不会讲历史上的 英主圣君的故事 但当他劝我的时候 我却觉得 他的话是不好伪谬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在心理上依恋他 这就叫心理的资本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 就是有很多母亲 有都讲这个问题 就是孩子出生的出生年 再苦再累 你一定要自己抚养 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就不要要孩子 你要如果把孩子生出来 交给别人抚养 尤其是比如说 刚一出生忙于工作 把孩子送到奶奶家 送到姥姥家 你可以送 但是一定要等一岁半之后 如果在一岁半之前 一定要自己带 否则你就丧失了 对他的心理上的控制力 以后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 如果是奶奶带的 等到他上学的时候回来 那么这个孩子 只要心里难过 他一定第一个想见的 就是奶奶 如果妈妈和奶奶 发生点冲突 这个孩子会从心里恨他妈 向着奶奶 也就是说呢 你怀孕和抚养 怀那十个月 不如那一年的抚养 头一年的抚养 非常重要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一年的抚养 包括很多家长来找我 有人谈到孩子的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 就会问他这个 这孩子早年谁带的 三岁之前 或者一岁之前 谁带的 我都会问这个问题 如果妈妈说是自己带的 那后边很多话还好说 如果妈妈说不是自己带的 几乎我就知道了 没有办法 这个孩子跟他妈妈的关系 已经到了一定 很难解决的状态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早年这个孩子 他所有的快乐 都和这个声音 这个相貌 结合在一块 那么这个孩子后边 他不管怎么样顽皮 他心里还会有一个空间 留给他的母亲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一些犯罪人 那么坏 但他们在母亲面前 还是不一样 我们知道那百宝山 杀了多少人 当时最后警察去抓 他枪都准备了 都上了膛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警察进 他已经反应过了 他已经要去掏枪 他都摸到枪了 但他妈妈这会 掀开帘子进来 他把手放下 他是这样被我们抓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看这种母亲的 抚养力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们讲这个 就是要 首先知道心理发展 很重要的 就是人的早年的 第一个问题 情感发展 那么情感发展的 和孩子的言语发展 还密切相关 这个应该这么讲 真是有爱的抚养 一定是唠叨的 也就是有话的 这个有话呢 和没话呢 他的抚养方式 我们都能看出来 比如有些成年人 他的一些问题啊 这个有时候 我们分析心理问题 一环套一环 是倒着分析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 出生背景 但我还可以根据 他现在的表现 来倒着分析 包括赵承熙的案件 包括最近这个 日本的这个 家藤制大的案子 那么我最近也在 网上关注这个案子 也看了一些评论 但是我认为没有真正 从心理学角度 去分析这个案子 有很多问题呢 我刚前面有一句话 叫心理问题之后反应 你比如孩子上网成瘾 还有他后边的暴力行为 还有一些变态犯罪 我们都可以看出 他的心理问题 是一环套一环 我们都知道 很多变态犯罪 大多数是内向的人 内向什么特点呢 就有一个不善交谈的问题 不善表达 他跟人打交道很发怵 为什么呢 他言语上 用词上 和张嘴这个问题上 他都很困难 因此呢 他有时候宁愿动手 他不愿意动嘴 那么这个往往造就了 这些人的一些 你看他做一些行为 和其他人不一样 那么这又有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些内向 他不愿意动嘴的人 又有什么问题呢 他早年的抚养 一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缺少耳边的唠叨 这个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的抚养过程 大家可以知道 凡是一对一的 或者说多对一的 比如奶奶妈妈 对一个孩子 奶奶妈妈 姑姑爷爷 对一个孩子 这叫多对一 一对一就是妈妈对孩子 这都是有亲情抚养的 那么有亲情抚养 有什么特点呢 它一定是有化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家里要养个宠物 你进门 那宠物摇头摆尾上来了 你应该怎么跟它反应 你不会跟它一块跳吧 比如那狗看到你 它跟你扭头摆尾 你说你也跟它那样 对着跳不会吧 你肯定跟它说话 对吧 你真正爱它的时候 你一定蹲下来 你跟它说 你想我了吗 拿手摸摸它 这时候你们俩 你是用话跟动物交流 而动物是以动作来 跟你表示 那么同样 抚养孩子也一样 你比如我就举两种情境 同样给孩子换尿布 换屎尿布 然后呢 你看妈妈换 和那个幼儿园里换 应该不是一个风格 那妈妈换的话 那很精心啊 虽然一看这孩子吃完了 肯定拉了 一盆热水 一个肝毛巾 一个湿毛巾 卫生纸 然后新的尿不患之类的 这个尿不湿 然后呢 那小屁股 小被子一揭开 小腿一低了起来 这妈妈就开始有话了 哎呦宝贝 你瞧你拉的这个多 哎呦 臭死了 一边弄一边 妈妈一边刀的 哎呀 我的天哪 瞧你拉的这些 妈妈一堆的话 最后都弄完了以后 还拍拍小屁股 舒服不舒服 这孩子这时候一舒服了 以后先抱起来亲一亲 待会再干别的 对吧 亲够了 然后弄了高兴了 孩子哄着了再放下 这是妈妈换尿布的前后过程 但是你要在幼儿园呢 大家都知道 那老师看那么多孩子 至少得看十个以上吧 要么就是准点换 到这点吃喂喂奶 半个小时之后插换一插 要么就是谁闹了 过去看拉了插弄过来 那老师换都是什么呢 应该是机械化操作 插插插一揭开被子 两三线插干净以后 塞完了插插扭头走开了 东西拿走了对吧 他绝对不会那么多话 所以呢 这个爱的抚养和非爱的抚养 包括我就说 你就是让保姆看 保姆他这个孩子 他也不会跟你孩子说话 他干嘛呢 他把孩子弄干净 推到车里弄出去 外边晒太阳 他找另外一保姆聊天去 他不会跟你的孩子说话 只有自己的妈妈 和自己的奶奶 什么姥姥看这个孙子 看孩子 越看看不够 他话多着呢 孩子就是不会说 也得说半天 宝贝啊 你在干嘛呀 你快乐不快乐 你高兴不高兴 等他说一大堆 所以这个孩子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听得多的孩子 一定说得早 所以你等着孩子 三四岁领出来 假如说一个女同志领 他那孩子出来 说看同事了 说你叫叔叔 这孩子小嘴巴巴 看着你就说说 这种孩子一定 刚才我讲那种 亲情抚养的孩子 就是大量的时间 有亲人在旁边 那么相反 这孩子领出来 他叫叔叔叫阿姨 看你一眼 脑袋低下去 就不叫 看别的地方 旁顾左右 就不看你了 然后到最后 等走的时候 说跟叔叔再见 马上拜拜 他这他会做 但是他不跟你说话 这种孩子 一看就跟我讲 一定第二种背景抚养 也就是说他身边话很少 那么这两种孩子呢 这就刚才我讲的 言语发育 他慢慢就会发展 不同的性格 这个两种孩子 还有什么特点 第三个问题 就社会性发展 社会性发展呢 这个孩子 往往会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第一种孩子 他言语发展 他一定和人交流 比如说他第一天叫出爸爸 第一天叫出妈妈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奶奶全围过来了 来试验一把 叫叫叫叫 这孩子小子八八 一叫出爸子来 爸马上抱起来亲 一叫出奶奶来 奶奶高兴的 抱啊领啊 C块糖啊 给个吃的 所以这孩子就知道 我能发出这声 你们都高兴 所以有些孩子 他会怎么样 他就是跟着广告词 他念出来 你一乐 他会把它重复好几遍 那么还有一种代法呢 就刚刚我讲 这孩子在幼儿园里头 幼儿园都是什么特点呢 放在床上 放在凳子上坐着 刚开始做手指头 后边扣脚指头 再往那儿 拿个什么小书 拿个玩具 玩半天 没人跟他说话 对吧 所以这个孩子 他和人交流是什么呢 他并不喜欢 也不在乎你的表情 所以我就讲这个言语 他的发育就和社会性 社会性就是 愿不愿意和人亲近 愿不愿意和人交流 这个叫社会性 他和这个就有关系了 那么这两个孩子呢 再往后还和认知有关 大家都知道 孩子上学之后 你会发现 就嘴巴巴的 聪明伶俐的孩子 往往学习都一般 相反 不坑不哈的孩子 话少的孩子 学习都很好 如果就是说 刨掉智力因素的话 其实第一类孩子 学习不好 不是智力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我经常有时候开玩笑 一些家长就问我 都说我这孩子不傻 我也看他不傻 挺机灵的一孩子 他怎么就学习不好呢 我有时候就开玩笑 我说你这孩子 大了当领导的 当领导 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呢 他跟人打交道 所以当领导 不要求业务多强 但是一定要知道 每个人都什么脾气 这个 我说这反正有 就是咱们年龄 稍微长一点的 这个岁数大一点 都一定对这话是认可的 就是真正的领导 他业务太强了不行 因为业务强了 他看谁也看不上 他做什么事 都觉得你们做不如我做 所以呢 搞业务的人 最后往往自己特别累吧 还闹人缘不好 而相反 就自己什么本人 都没有的那个人 他当领导最好 为什么呢 他真的这个很谦虚 他自己没什么能力 所以他就很谦虚 谦虚的 他同时最关键什么呢 他观察人 他了解人 他对人很熟 所以就跟人打交道 和搞这个研究 是两条路 我认为这里不存在谁高谁低 而是各走一道 那也就是说呢 有些人他就偏重于社会性发展 那么偏重于社会性发展 一定是言语发展好的 那么还有一类 刚才我讲的 他社会性发展很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在生活当中 他很少和人打交道 他跟人的经验比较少 因此他有一什么特点呢 他注意力稳定 你玩那玩具 他一上午都玩那玩意 那么这孩子从小在寂寞当中长大 所以他注意力非常稳定 这种稳定到他上课以后 等他上小学 他坐在那里 他是不看老师的脸 而前面那个孩子就盯着老师的脸 老师今天换头型了 老师今天好像不高兴 老师眼睛看谁呢 他还没发现呢 你看老师看着呢 这种孩子 他上课什么呢 他的注意力不在老师的黑板上 而后一种孩子不坑不哈的 就盯着黑板 他不看老师 也不跟老师目光交流 他就看黑板 所以哪种孩子 把那个问题听得最清楚呢 那肯定是后一种孩子 因此凡是注意力稳定好的孩子 大多数都属于内向的 那我在这里选了一个谁的案子呢 就是选了一个 那个大家都知道 北京动物园 曾经有一个颇雄的事件 叫刘海洋 这个刘海洋呢 当时发生这个事以后 北京市民也非常气愤 清华大学的大学生 应该算高材生 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后来我记得 当时对于他这行为怎么处置 他们还有人曾经打电话问我 我后来就是北京市局的 我给他们一个建议 我说我分析他的心理 我认为刘海洋不是说这个熊 你们老百姓都喜欢的 我就给你们整治一下 不是这意思 他也不是说这熊过去伤过 我非要惩罚他 不是 刘海洋脑子里想的什么问题呢 事实上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人都说熊虾的嗅觉好 我怎么才能证明这嗅觉好 这个厕所 烧厕所那个玩意 玩意一浇那么味儿 这熊虾子会不会 他也觉得味儿 他觉得味儿 他应该跑吧 所以他就想做一实验 他到哪去做 你想北京哪找熊虾子 那只有动物园才有 所以他第一次 就拿了一瓶硫酸 就去了动物园了 去动物园 他刚开始还知道 躲点距离 留了一米左右的距离 往下浇 结果这熊虾子根本没理他 那熊虾子每天从上面 接的全是吃的 他就觉得人类都太友好了 所以他每天就在那做节目 结果刘海洋坐了 好像看没反应 第二次他又去了 这次对着往下浇 他想看这回 他应该知道 应该跑了吧 他的脑子就在做实验 所以呢 他并不是故意去伤害动物 那么在这里的 我们就有说了 这高材生怎么能蠢 到这种程度呢 这么呆呢 你看看他成长经历 他就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呆了 这个 刘海洋呢 他是从小就是属于单亲 他这个出生后不久 父母离婚 母亲呢 当时非常要强 他这个不是说出生五十六吗 和爸爸就分居 然后到三岁办了离婚 二十年来 我们没要过一分钱 没有一句话往来 他妈妈是一个职业司机啊 他凌晨四点就要上班 夜班呢 也是半夜才回来 孩子小的时候都有姥姥带 可是这姥姥呢 这腰腿不灵便 不能带孩子出去 所以他从小就被他妈锁在家中 锁在家中呢 他说他唯一能看见就是外面窗户 然后妈妈说我怕出意外 还不让他靠近 他也很听话 说他从小就一篮子积木和塑料拼板 陪过他童年 然后呢 到五岁的时候才看到房门外的世界 你看这孩子等于五岁之前 就是被关在屋里养大的 然后呢 这个他说比其他孩子早一年进入小学 他因为没有和外界接触过 上学后的他显得与众不同 他被同学欺负不还手 即使人家被人骂了 听不出来是脏话 为什么 因为他跟人打交道太少 而且他就接触一个姥姥和妈 都是女性 都特别善良 所以就是饿 他都不知道怎么该回应 他甚至不知道人家骂他 那么但他学习成绩特别优异 大家知道像这种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 我们这有时候知道聋哑人 他的那个视力为什么那么好 就是人他各走一条道 那么为什么管 他说因为我这个家特别特殊 所以我管得很严 他说这个因为工作忙 所以他说我呢 没有时间看电视 这样的刘海洋养成不爱看电视的习惯 我不做的他就不知道 他讲啊 我不去引导他就不去做 这是对他教育21年的家庭教育信条 我说潮东他就潮东 我说苹果甜的他又不知道是酸的 小的时候睡觉 我不让他叫我 他就是被尿憋哭了 也不敢叫我 大家懂事 没跟我讲过一个嘴 没说过一个步子 除了用硫酸泼熊 他从小到大 所有事都按照母亲一直完成 所以我们看这种背景下 教育出来的孩子 大家就知道了 他社会性是什么样的 言语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讲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这个孩子小的时候 后来他讲他上大学 他当时对生物感兴趣 但是他妈妈非让他上清华 而清华没有生物系 所以他最后报了一个积电系 他为什么喜欢生物呢 我分析他心里 从小到大只能看到窗户是外面的 而窗户外面能看到活的 大概就是鸟了 所以他就对动物感兴趣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的心灵就干净到这种程度 所以他脑子非常简单 他不会有其他复杂的想法 所以我们讲书呆子书呆子 有时候读书读多了 为什么会呆 实际上就这个问题 就是社会性发展有所影响 那么这个问题呢 再导致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他的 这个后面的一些性格问题 我们知道性格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内向外向的问题 像刚才我说的 这个日本的东京杀人的案件 很多人说是这社会影响 那电玩什么影响 电玩车的影响 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他想得到的是什么 他第一 他在作案之前 在网络上在发布消息 但是仍然没有人重视他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取向 大家知道 他想引起别人的重视 那么他既然有这个希望 有这个愿望 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从来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人 而不被人重视的 他没有同性朋友 他自己讲朋友零 异性朋友零 他自己有一个 他在网上讲的这个话 也就是说 我后来分析他的心理问题 就是说这个人在生活当中 相当寂寞 是因为什么 他没有朋友 那么人的心理发展 他是有年龄段的 什么时候同性别发展 什么时候异性别发展 同性别发展 一般是在青春期的初期 异性别发展 青春期的中后期 他如果同性别就没朋友 他在发展异性别就更困难 所以当他没有朋友的时候 人有两个问题 第一 他很孤独 第二 他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第三 他生活当中缺少很多乐趣 因此他会厌世 这个生活当中 人的刺激 有时候是有很多乐趣的 你比如跟人打交道 有些人的那种可爱 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朋友 他说要没朋友 在一块聚集 我就难受得要命 这个人本身也是 我说是快乐的一个来源 当然人也是一个不快乐的来源 但是这个人 作为一个社会交往动物 这个是非常重要 尤其到一定年龄的异性交往 这非常重要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心理发展的问题是什么 有的时候 包括我们成年人的脾气 我都可以从早年 给你告诉他的一些问题 你看有些人吧 人挺好 但是脾气特别坏 你稍微说话不对付吧 他就跟你急 他一急吧 他就火猫三照 声音特别大 就是特别的那个 我们叫激动 你干嘛那么激动 你干嘛那么暴躁 他过后吧 他也说 他说哎呀 我也控制不住自己 我当时是偏急 那么还有一种人 你跟他打交道 你会觉得这个人 非常的大度平和 就是你跟这人接触 多少时候他都是那么和蔼 他多少时候那么沉稳 他很少跟你急 那这两种人 我告诉你 前一种暴躁的人 他早年的抚养 一定是亏欠的 后一种人 早年的抚养 一定是非常到位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了 人在一岁之内 他完全不能自主 他要难受的时候 我们知道人最难受的事 其实不是饿和渴 和睡觉 最难受的是不能翻身 我们成年人 大家睡觉都会翻身 可是小孩在半岁之内 他是不能翻身的 三番六爬 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 他是不能翻身的 那么他不能翻身的时候 大家知道 那孩子有时候哭吧 包括胃饱了 这个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那孩子小时候 我为老人告诉我说 你别老抱他 你抱成习惯了 敢不老闹 现在我知道什么问题 其实孩子闹 他实际上是要翻身 你一个字 躺在那儿很难受的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孩子哭 我们要不懂的话 你就不去管他 或者你就说 有的就是 我就讲 缺乏那种到位的抚养 什么呢 只要饿不着就行了 也不管他 那么这孩子会在那哭 他有人一哭 给你哭上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大家知道哭呢 主要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内脏 就是情绪更多的 和内脏相关 所以他内脏会出现 什么状态呢 当哭时间长了 我们都会出现抽气 就是呼吸都会抽气 然后包括你的胸都会疼 那么这孩子也是这样 他哭时间长了 他的内脏都是紧张状态 因此当他成年 他稍有一点不快 他的内脏就会出现相应的反应 这时候他一定会出现激动 相反这孩子一哭呢 马上就有人过来了 给换个体位 抱一抱 然后过一会儿就放下 这个孩子他就很快得到缓解了 所以他就不会那么急 那么到他成年之后也是这样 他有事刺激 他不会很快就急起来 他很平和 那么这个两个人的性情 就可以看出他们早年的抚养背景 所以我讲的这个情感发展 然后他决定言语 言语决定社会性 社会性会决定认知方式 包括后边的性格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观念和性格的发展 这两个问题也非常重要 这些呢 都应该是在12岁之前来做的 那么观念呢 我这个简单的说呢 什么是观念 它是人的一种想法 或者人的一种看法 但这种想法和看法呢 经常会怎么样呢 就它是在人不意识当中 就出现的一种反应 那么观呢 就是观的同时形成的念 为什么这么讲呢 观的同时形成的念 其实我们还有个信念 信念和观念的区别在哪呢 观呢 就是看到了就形成了 信念呢 是明白了坚持 坚持的一种看法 那么这个观念是怎么出现呢 在于父母的唠叨 父母的言谈举止 父母的坚持和信念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举两个观念 比如说一个是脏 一个是修 这个脏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天生的 孩子刚出生 他不知道脏 所以孩子有时候拉了大便 你要没发现 他会抹到身上去的 他不觉着玩脏 他会玩滑妞妞的 他抓在手里头 甚至抹到脸都是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大便脏 但是现在你让我们成年人 手上摁到便上 那我们这手一天都不敢拿馒头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怪恶心的 那这个恶心不恶心 不是先天的 是后天的 大家都知道这尿 谁能喝 可是我们知道 有人就靠喝尿活下来 也就是地震的期间 有些人就靠喝尿活下来 但是正常情况下 谁喝得下那玩意儿去 所以呢 你不能喝 不是你生理上的不能喝 是心理上的不能喝 心理上不能喝是什么 是因为你后天形成了一种观念 觉得这东西很脏 那害羞也是这样 那个孩子有时候很小的时候 他就知道不好意思 其实这玩意儿你父母都知道 我们也没教他 说这个东西很羞 没教过他 他怎么就知道 不穿衣服那么难受呢 因为他同他计事起 他就看周围人都是穿衣服的 因此这个羞字 他不需要教 因为从小就穿衣服 所以你要不穿 他觉得不正常 如果大家一开始都不穿 他也就不觉得不正常 所以这个羞也是后天形成 那么我想讲的观念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有些反应 比如说孩子掉水里头 大人穿跳下救人 那记者问 说您当时想什么 那人说我没想什么 可是你说他没想吗 他为什么会跳呢 他仍然是有意识的反应 这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观念 因为孩子成年人都要管 不可能不管 所以他根本不用想 他就会跳下去管 那么这就叫观念 那么观念呢 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 他对人影响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跟一些犯罪人接触 我经常会问他这个话 就是你从小到大 妈妈跟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什么话 或者爸爸跟你说的最多的话 我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他有没有观念 像有一个这个系列强奸杀人的一个犯罪人他讲 我爸对我可好呢 我爸对我可那什么呢 后来我说那你爸跟你唠叨过什么话吗 想半天 我爸说了 儿啊我就能管到你这一步了 什么呢 他当时九岁就强奸过他那个街坊的一个小女孩 就摸人家猥亵了 被公安机关教育了 他父亲最后把这事给摆平了 摆平之后送他去参军 参军回来又给他找了工作 他爸最后跟他一句话 就是说我只能为你做到这些了 其他做不了了 这儿子说当时我就有这么个印象 所以你说他后来为什么系列案件 就是因为他父亲从来没给他惯受过什么观念 而且惯了坏事呢 还给他把这事摆平 所以这个观念啊 有时候就在父母的叨道 但是有些也不一样 有些犯罪人也犯罪 他刀的什么呢 我爸爸说了 人活脸树活皮 他死要了面子活受罪 所以这犯罪人就是死要面子 他当他发现老婆不是处女的时候 他又不敢说 最后他到外面找处女去 他开始强奸杀人 这也是一种观念 所以讲这个观念这个东西呢 他往往是让人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反应 出现下意识的反应 同时也会决定人的差异 有时候我们看同样出租汽车司机 你把包落他车上了 有的司机会想方式的话找到你 而有些司机就不 你不找 他就咪了 那这两个人不在于什么后天教育 就在于早期的观念 也就是他爸妈如果跟 同样说 咱做人 咱要挣 不义之财 不取 他们家人都这么一贯为人 那么这个人 他到了成年 他绝对不会贪取任何不义之财 但如果他们家人什么都要 什么都得 这孩子从小耳闻目睹 他到大了 也一定不会坚持信念 所以这个观念呢 往往在于早期的父母的影响 有些父母有时经常跟我讲 我那孩子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那样 我就问问他爸爸干什么的 他妈妈干什么 听完以后 我说不会 只要孩子是你们自己带大的 不会 那么也就是说呢 因为从父母的为人来看 是很正派的 孩子不会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讲这就叫观念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性格 这个性格问题呢 我前面曾经谈到了 也非常重要 这个性格的问题 首先我讲一下什么是性格 前面我讲了一路啊 这个性格呢 是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有很多种 你比如说这人学习好坏 这叫智力行为 这人脾气好坏 这叫气质行为 这人做这事 有没有道理 这叫观念和信念行为 但是呢 有些东西呢 它是什么呢 它叫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指什么呢 一定和别人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我说 这人很聪明 这跟别人没关系 这是他自己的智力水平 我说这人急脾气 这个急吧 说话急 吃饭急 走道快 这叫急脾气 这也跟别人没关系 这是他自身的 那个神经系统决定 但如果我说这人很自私 大家知道自私什么意思 自私一个人情况下 不存在自私 所以一定是在别人在的时候 表现的行为 那么这种行为 一定是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就是性格 那么类似的 比如说冷漠 残忍 冷酷无情 那么相反的呢 比如说这人很热情 关心他人 宽容 善良 大家知道善良 一个人不存在善良 善良一定是对别人 所以这类描述的全是性格 那么性格呢 就是一个人和别人有关的行为方式 就叫性格 这个性格当中 既代表人的一些观念态度 也更重要的是 他的一种行为表现 那么性格呢 他既然后天形成 这个刚才讲 他是一个社会行为 所以他是后天的 没有先天的 如果我们说这个人 有些心理现象 比如这个孩子懂事不懂事 会不会替人考虑 懂事不懂事 完全在于父母怎么教育他 如果你教育的方式不当 这个孩子就不懂事 你教育的方式当 他就懂事 我们有一句话叫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 因为家穷啊 他得要为家里分忧啊 这个分忧的孩子 一定成熟的早 相反家里什么事都不让他管 这种孩子一定容易自私 因为他只要管好自己就行 他不用管家里 相反管了自己还不够 还要管家里 比如说妈妈去世了 爸爸有病 那么这个孩子还上小学 他下课第一件事 就赶快回家 为什么我不回家 我爸连水都喝不上 所以他赶快往家跑 他想的是他爸爸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心里有他人 这种孩子一定懂事早 那么这个形成关键期呢 有哪个时期呢 我这里分了四个时期 其实最最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时期 刚才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那么我在这用一个案件 就是四少年绑架杀人案 这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原来在石井山 发生了一个四少年绑架案 这个北京晚报当时报过 什么呢 他们当时是这样出名的 他们在作案之前商量说 刑法上18岁之前没有死罪 我们都不到18岁 所以我们可以做大案 因此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绑架杀人 大家知道绑架杀人这案子 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在很多国外 包括境外 都是职业犯罪集团才能干 为什么 因为你绑的是一个人啊 你要想控制他 又不让他认出你来 你要最好让他活着回去 因为你干这个也是这样 你要干第二期第三期 你要头一块就撕票 人知道后边你再绑不成了 所以要干起来很难的 但是我们很多青少年不懂 他们看了电影 他们就敢干 干了以后呢 十有八九都杀人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讲 控制一个活人是很难的 你要控制的 还让他不认出你来 不记住这个地方 你要没一定的操作能力 你根本干不了这事 所以有一次记者问我 说这少年为什么胆那么大 绑架就杀人 我说因为他控制不了 他无法去控制这人 他只能杀 所以他们不叫绑架杀人 他们叫强劫杀人 这四个孩子也这样 他们当商量好了以后 想绑架杀人 先物色上了一个孩子 结果这孩子他爸呢 开车接他去了 没绑成 四个孩子不死心 站在门口等 结果又出了一个 跟其中的四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 他们父母都很好 这孩子 其中一个孩子说什么呢 这孩子我认识 他爸妈当干部了 他们家肯定也有钱 他说那就是他吧 交过来 骗他一工地就给杀了 杀完以后呢 当时法庭判 两个17岁 一个16岁 一个15岁 两个17都判了无期 15岁判了15年 然后呢 16岁的判15年 15岁的判了三年 结果这四个孩子 从法庭走出去以后 在法庭之外 相视而笑 什么呢 果然没一个死罪 因为他们都不到18岁 结果呢 北京电视台拍下来以后 当天晚上就报了这个消息 什么呢 四少年躲过死刑 竟相视而笑 那么报完以后呢 当时央视呢 就特别重视 他们想搞一个专题 就是青少年犯罪问题 后来他们找我 我就去见了这四个孩子 见了四个孩子 记者也问 我也问 我问的问题 和记者问的不一样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他说我宰了他 我当时也没想宰了他 他自己原话讲 当时没想宰了他 那记者说宰了 你宰过活物吗 然后就说这孩子 当时他问的这个 我问什么呢 小的时候都跟谁一块生活 谁带大的 然后上学学什么 学得快乐不快乐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不上学 最后问完以后 我知道我这四个孩子 三个都是辍学 主犯一号人物是六年级辍学 小学六年级 出二出三各出来了一个 各出了两个 然后就那个 现在十五岁的那个 还在上出三 那么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辍学 当我进入演播室的时候 他们请了主审的法官 请了主审的检察官 这个法官当时主持人问法官 说你审的时候什么感受 这法官说他蛮不在乎 说到杀人的时候 跟说别人的事一样 真的不在乎 很轻松 然后呢 检察官说 为了起诉 这四个案子我们 这个四个人 我们每家都走了 他们没有单亲家庭 没有离异的 父母双全 没有一个父亲 或者母亲犯罪的 也就是说家里都是正常的 然后都是石井山的那个工人 家里经济上况都算 都可以 因为就一两个孩子嘛 有的这个什么 他看不出任何家里的问题来 他说当时我们把这被害的孩子 照片给他们父母看 他们都流下眼泪 后来检察官就问他们 说你们怎么把孩子 教育成这个样子 那父亲当然说一句什么呢 父亲说 你们不知道啊 这孩子我也打过 我也骂过 我也说过他 可是管不了他不听啊 还有一个父亲说 我为了他 我都把他 他不上学 我给他送到少林寺 五校学了一年 他回来还参与了这个案子 那么到这一步了 检察官说到 这个也说到 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 然后呢 主持人问我 说李老师 您认为什么问题 我后来就讲 我这几个孩子 你看一共性特点 他们之所以作案 都是因为 游荡于社会 我问他们 你们干嘛 他们玩 玩什么 什么好玩玩什么 大家知道 什么好玩都需要花钱 你无论玩网络 还是玩台球 还是玩什么 都需要钱 他这个老根家里要 也不是个事 到了十六七岁 他就想自己搞钱 可是他不好好上学 他也没正式工作 他也没有本领 他怎么搞钱 因此他们一定会商量 以非法的手段来弄钱 那么那个弄到钱的方式 就是这种作案了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他为什么不上学 那么我跟他们做访谈的时候 我给他们做了一些题目 一看 智力上没问题 反应非常快 智力很聪明 就刚刚我讲的 有些孩子一点也不奔 尤其得煮饭 那说这话来回答力所及了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就讲 孩子为什么不上学呢 他六年级就不上了 那个是出一出二 两个 三个孩子都不上学 导致他们后来出问题 不上学 爸妈说了 我们打过 骂过 也劝过 不听 管不了 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问题往前看 六岁之前 这个六岁之前 性格养成 如果有些问题没解决 后边你就管不了了 还是我那句话 我记得 有一次我在宠物院里 都看到一条金毛 大家知道金毛是什么狗呢 就美国的那种最友好的 一般都一领去助残的 残疾人用的那种狗 这个金毛据说盗贼来了 他都摇头摆尾的迎接 等人家拿东西大包扛 往往外走 那金毛都摇头摆尾的 还送你 属于这么一种狗 结果那宠物院 有一对年轻夫妇 领着那狗找医生说 医生啊 这狗有毛病 老咬人 能不能给我们训练训练 那医生说 那狗多大了 说两岁了 领回去吧 晚了 说你八个月之前就得训 大家知道 狗一般咬人怎么训他呢 就他小的时候 他第一次张嘴咬你的时候 你弹他鼻头 你只要弹疼他 他就知道了 以后你把手给他 他绝对不会碰你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在八个月之前管 你过了八个月 等到后边养成毛病就难了 小孩也一样 那么六岁之前管什么呢 很重要一点 就是 几个问题 我这里讲 一个是 克制任性 防止压抑 学会控制 学会忍耐 防止自私 经历挫折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 那我首先讲 第一个问题 六岁之前说不 这是我非常强调的 一个观点 为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男孩 三四岁跟你闹 你不论是妈妈 是爸爸 我说今儿这事 不行就是不行 这孩子闹吧 他能怎么跟你闹 大不了在地下打滚 但是你要等他十四岁 不要骂他 母亲或者父亲 骂他吧 都不好 这个给孩子一个不好的 刚刚我讲观念 观的同时形成的念 第二呢 不要打他 你那么老大个 他那么小 你打不公平 第三 不要说教 因为什么 他这时候正在闹呢 你说什么 在他耳边都是噪音 你越说他越跟你闹 所以呢 你要安静下来 第四呢 你不要走开 他闹给你看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着他闹 四个不要 您就坐在这里 把门一关 往孩子跟前一坐 就说孩子 我今天这事不行 就是不行 你闹吧 他就会跟你哭 我那孩子小时候 有一次要他被子 也是跟我闹 我一句话不吭 我就坐在旁边 哭得累了 然后他把小被子 挪下来看我一眼 结果一看就在跟前 然后接着 还在自了哭 一直哭得他 筋疲力尽 结果哭完了以后呢 有的时候我就讲 到这个时候 孩子哭得筋疲力尽 我就讲 他包括脑子 磕在床脚上 你都不要管他 为什么呢 他知道疼 他磕完以后 你就问他疼不疼 不疼你接着磕 他肯定不再磕了 然后呢 等他哭得筋疲力尽的时候 你给点爱 拿个热水 给擦把脸 因为孩子哭的那程度 也挺难受的 擦一把 擦完以后 这孩子心想 你是不是回心转意了 然后这时候 你接着要一定要 跟上一句话 把毛巾往旁边一放 往旁边一坐 还哭吗 要哭接着哭 你看 你没有不文明 也没有打他 也没有骂他 你只以这种方式告诉他 如果你闹起来没道理 我不心疼 我也不让步 我也不跟你闹 你就闹吧 那么这一次 他就会知道了 以后闹是没用的了 所以孩子越小管 越好管 闹没用以后呢 第二个事 就是你也不能让他 太压抑了 那怎么办呢 你跟他讲 以后有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 如果你要能说服我 我没准可以考虑你的要求 这是给孩子再留一条路 那么他小嘴巴巴 他一旦要跟你说 妈妈我想要辆小汽车 你这小汽车和家里 有什么区别 你能够讲讲吗 鼓励他跟你交流 当然交流呢 一般什么原则呢 我告诉你 三比一 就是三次 你就满足他一次 让他知道交流有用 但又不要每次都给他 这样的话呢 这孩子以后 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知道跟你交流 那么这个关系要建立好 第一你说不行的事 他不闹了 第二 他要如果真的想坚持 他会跟你商量 这个到青春期 你们俩的关系就好处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解决 然后就下面呢 克制 诱惑 那么这个克制控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才那个是 他跟前跟你闹 是直接的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不在的时候 他能不能自我管理 自我控制 因为人成长过程当中 必须学会自我控制 那么这怎么来做呢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诱惑的东西 比如说 你找点小吃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 刚开始有意识的 三天给他一次 三天给一次呢 比如鱼片啊 他喜欢的巧克力啊 这些东西都是 孩子很爱吃的 你不要天天给 三天给一次 三天给一次呢 然后当成 差不多成习惯的时候 有坚持半个月 一个月了 你有一次跟他提一个要求 孩子 你这次给的东西 能不能先不吃 你保留三天 三天之后 我给你加三份 但如果你吃掉了 三天之后那天 你就不给了 提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你就不要管他了 你走开 东西给他 你走开 但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三天之后 他如果吃掉了 你就说今天这份没有了 等再过三天 然后呢 如果他有保留下来了 你就真的给他三份 这样这孩子会知道什么呢 等待 获取更大的满足 所以这些呢 都是克制孩子的冲动 等他上学也是这样 你要告诉他 你现在的克制 是为了你今后的长远 他就明白这道理 否则的话 这孩子就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的孩子 就跟我讲 他上学一定会出问题 那么在下呢 就是学会忍受 这个忍受呢 有时候也涉及到 下面的自私问题 这个其实这俩问题 我觉得可以放在一块讲 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自私是正常的 我刚才讲了 自私什么背景下呢 因为他在很弱小的时候呢 都别人来帮他 他用不着帮别人 你比如我们指望 五岁孩子帮我们不指望 但是这孩子慢慢在成长 现在我们知道学习压力很大 一直到高中啊 都学习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给孩子 参加任何负担 你好好学吧 只要你考上大学就行 结果这孩子呢 他到高中 甚至到大学 他都不用为父母去负责任何事情 因此他只要管好自己就行 那么管好自己 当他一旦考上大学 他会觉得 是我凭自己的努力考上的 跟你们没关系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自私是怎么样养成的呢 就是家里头 什么事都让他自己 好好地管自己 别人不用管 错了 其实要他管别人 当然了 孩子小的时候也可以来矫正他 怎么矫正呢 比如说我觉得孩子到四五岁 应该到五岁前后吧 这孩子会上桌吃饭 他要和大人一块吃了 小的时候拿小碗袋的旁边 弄一小碗 大人先是追着喂 后边他自己吃 等到五岁上下 他要跟你一块吃饭了 从他跟你吃饭开始 您给他立一个规矩 就大人不动筷子 你就不能先吃饭 这个事很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晚饭 孩子一般下学了四五点 他就开始饿 可是我们吃饭一般都在六点前后 所以呢 有很多爷爷奶奶就心疼啊 说孩子饿了 让他先吃吧 其实呢 我的观点 第一 饿这一个小时饿不坏他 第二呢 也饿不死他 第三呢 这个饿起来确实挺难受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人生啊 最基本的痛苦就是饥饿 而他以后走向社会 走向人生的话 他的痛苦会很多 让他去体会 因为人只有在自己痛苦 才能体会别人的痛苦 这我们作为成年人都知道 你自己经历了某一个痛苦 当别人再有这样的事情 你马上特能体谅别人 孩子也一样 要让他在这种小小的痛苦面前 知道别人跟他一样 而且我们是一个家 我们是一个整体 所以要有别人的意识 这就叫吃饭的等待 以控制 那么还有一些呢 防止自私呢 比如说像我那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有意的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带他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 他跟爷爷奶奶比较陌生 刚去的时候 那儿他也很小 我给他拿春节看电视 包一个橘子 他看我给包站 我跟前等着 我包完一个就给他一半 我说去给爷爷送过去 他拿在手里看看我 看看爷爷 他就不想过去 我说你要如果不给爷爷吃 我后边就不给你 他正在犹豫期间 姑姑就过来了 拉着小手说走吧 咱们给爷爷送过去 这样他就跟着过去 很小嘛 给爷爷递过去了 爷爷特别高兴 亲了他一下 第二半我说去给奶奶送过去 给送过去了 第三半我给大姑 给大姑了 然后呢 这半我给爸爸 最后那半我给他的时候 他拿起来搁到我嘴里了 哎呀 我说你真乖 这时候我又拿了一个整个拨 再给他 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 爷爷奶奶姑姑爸爸 要一个家庭意识 这就叫防止孩子的自私 所以包括我们家有很多习惯 比如我们吃饭 家里谁要没回来 我们一般都要剥出一份菜来 但后来他就自然成习惯了 妈妈给爸爸留点饭 留不出来 脑子有别人 所以像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一些小事 我们防止孩子自私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像经历挫折 这个挫折训练 我认为也是性格训练当中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讲有很多读到什么大学的硕士的博士的 夸击从楼上跳下了 去年我们都知道 今年五月份比较热闹 所以这个大学生这块事少点了 去年是人大的北大的师大的清华 他全有跳下去的 动不动就跳下去 说不让乐文延迟答辩 哗就给你跳下去了 然后呢 谈恋爱失恋了 把他就跳下去了 他倒挺省事的 往下一跳 什么都不用想 两手一睁开就下去了 是啊 刚才我讲了 就吃饱了一磨嘴就出去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父母教育当中啊 第一 没有让他克服这个自私问题 就脑子里没有别人 第二 没有忍受挫折的忍耐力 没有忍受挫折的忍耐力 我在一次博客上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挫折忍耐力和意志力相关 而意志力的培养 不是靠智力培养出来的 而是靠体力培养出来 所以孩子小的时候 要让他吃一点体力之苦 像我们小的时候有拉链 我觉得那非常好 走不动啊 也得走 那大队跟着走 你不跟着走 也得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现在教育当中 有一个缺点什么的 我们现在家长动不动就告学校 孩子受伤了 告学校 孩子怎么什么事 告学校 其实这种家长很愚蠢 你这种告法 导致学校很多事情不敢干了 而有些训练就得学校来做 其实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走保险 就如果学校出问题 走保险赔 你不能什么都归到学校去 而学校如果不做这些 吃苦耐劳的一些训练的话 家长很难做 你父母有时间带着孩子步行 走上三天吗 不可能啊 当然学校他可以搞 然后呢 这个学校搞不成 那怎么办呢 现在我还有一个建议 就带孩子学游泳去 这个学游泳也是早 让他六七岁 七八岁 四五岁都可以 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到游泳池那我们扭团 家长都得走出去 对吧 教练肯定说 你们走吧 你们要在这孩子学不了 然后教练怎么办呢 那杆往下轰啊 再不行抱起来 扔下去了 对吧 那孩子到水里全扑腾 教练其实都看着好好的 哪个该给杆 哪个该给板 都给下去了 所以孩子到最后 你放心去领回来吧 没问题 但是领回来那天 你一定要问他一个问题 孩子你第一次下水 什么感觉 他一定会说 我喝了好几口水 吓死我了 那后来怎么样了 现在上来了没有 上来了 你就记住孩子 今后你长大了 一辈子都要记住这感受 你无论到什么情况 你就是觉得快死了 只要你扑他 你肯定死不了 以后他再遇到挫着 你就跟他讲这个道理 他一定能坚持下来 也就是说 你觉得是要死了 但是只要你努力 肯定死不了 那就是说你论文 人家不同意答辩 那你就不同意延期 你就答 过不了 不还倒想让你再答一次 有什么了不起 对吧 你干嘛就跳楼呢 所以很多人 他有时候自杀这个问题 当然也和抑郁症有关 抑郁症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现在讲的就是 往往是我们 在年轻人当中的 性格的训练和教育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要在12岁之前做 如果这东西你做好了 这个孩子后边会很顺利 相反你早期不做这个 也就是说12岁之前 你没做这个 你等14岁开始管 有很多家长说了 孩子小 你不要去管他 那么树大 树大了自然值 孩子大了自然懂事 不是这么回事了 现在社会不像过去 那么干净了 有一次我给军人讲课 军人说我们小时候 你看也没什么学坏的 我说是啊 你小时候谁教你坏 现在教坏的东西太多了 那时候我们的环境多干净 现在的环境多脏 你甭说那个了 就说自然吧 这个现在的电冰箱 电视机磁场就这么多 对吧 然后现在这个真菌这么多 我们现在很多病 这个药 那药天天的失效 为什么呢 就是环境在变 所以人也是这样 不要指望这个事 你不要指望说这样 孩子自然大了就好了 不是这样 我认为教育 它是一门艺术 是一门人生知识 是一个人人都应该懂的道理 有的时候你早点知道 可能就比晚了要强得多 有很多家长 当他是有问题来找我 我一说孩子早年的问题 父母都讲 你说的没错 就是这样 因为前两天 我在博客上 有一个人给我留言 说我这个孩子 特别两面派 然后呢 说我们每次说的 他当时都答应特好 过后只要我们不在 他就这样 还是老样子 然后就说他很多不是 我一看这情况 我当时不知道他什么背景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孩子 一定是老人养的 很非常宠 你们不经常回去 偶尔你们回去 你们就管教 导致这孩子两面派 他当时给我回留言 就是您讲的背景非常对 我们就是这样背景 所以他一说两面派 我都知道 这孩子什么背景长大的 还有一个孩子也是这样 现在在银行工作 后来已经开除了 拿钱 他后来家长给我咨询 我说这孩子 绝对不是第一次 他一定16岁之前 拿过家里的钱 后来他们家人说 是有这事 我说那你们是不是 瞒了人家了 然后再一点 他后来他也讲 他说这孩子在银行工作 表现特别好 但他为什么就拿钱呢 我说这种孩子 一定有两面性 也就是妈妈宠 爸爸严 就是妈妈宠 宠的这孩子 什么都敢干 爸爸严 就是只要有人管 他就老实一会儿 但是这老实 他坚持不了长久 所以 就是每一种人的性格问题 心理问题 只要他现在出现 我基本可以倒推 他什么样的背景 这也恰恰是我搞 侦查当中心理分析的 一个根据 也就是有很多犯罪人 我怎么去分析的 怎么去画像 我们往往就是倒推过来的 倒推过来 也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犯罪人的背景 我们湖南有一个案子 抢劫案 最后一些案子 到人死亡 他前面都拿刀砍 跟人砍成重伤 结果有一个老师 来报案 说他也遇到过一个抢劫 这个人特别像 他学校的一个学生 我们警察带着老师 到学校去 把所有毕业生的照片 和在校生的照片找 最后找了一个高二的学生 老师说很像他 后来他们来找我分析 我说不是 这个孩子还在学校读书 父母都在跟前 不对 我说这个孩子 应该是跟母亲生活 父亲不在跟前 要么父亲死了 要么父亲外出打工 他应该是离开 没上高中 初中就毕业 大不了上职业 后来抓到这个 真正的犯罪人 就是这样 他父亲在东莞打工 他跟母亲生活 为什么 因为他所有袭击的 都是一对一对恋人 他袭击恋人的时候 他全是拿刀砍男的 从来没伤过女的 所以我就讲 他身边一定有女性 而且跟女性关系不错 这孩子后来确实 跟他妈不错 但发子不在跟前 所以他对男的 他不怕 那么我讲这个 讲这些过程 跟大家讲的都是什么呢 就是心理发展 他的这种一环套一环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我们要懂得 这方面的知识 大家也就知道 教育的关键点 是在什么时候了 在他上学之前 有些问题一定要做到 因为时间问题吧 我再讲讲第二个问题 讲讲青春期 青春期呢 刚才我前面讲的是 早年的一恋期 一恋期讲了性格 情感发展 言语 社会性 认知 性格和观念的问题 青春期呢 刚才我讲到 它是从十二三岁开始 所谓的青春期呢 我们讲一般就是 性功能的发育期 那么心理学家呢 把它定义为 能生育后代的生理完成 这个就为青春期 那么青春期呢 也被心理学家称为 心理危险期 人的第二反抗期 我给增加一句 叫早期教育缺陷的补救期 这个补救期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 孩子虽然很难管 但是如果十二岁之前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还能管过来 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定性 如果这个人到二十一岁之后 你要想再改变 他就很难了 所以越早越好 当然也并不是说人不可改变 有的看什么了 你比如说一种人的看法 认知的东西 一生都可改变 但是性格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哪些问题 就是有一次我在讲座当中 有人跟我就谈这个问题 他说我认为人是可改变的 我说可改变的只是认识 其他东西不可改变 有些东西一旦它形成了很难 那么青春期呢也是这样 它是一个弥补区 所以我们要了解青春期是什么 青春期呢 它首先有两个变化 第一生理 第二心理 生理呢 它有两个变化 一个是升高 然后呢性发育 心理变化呢 就比较复杂了 第一独立性 第二自尊 第三逆反 第四结伴 幻想 性意识觉醒 那我挨个儿的讲一下 我们这个犯罪问题的调查 有一个专项的调查 发现呢 就青春期是出现 违法犯罪的高峰期 英国做这个调查 14岁开始旷学的高峰期 15岁 就是15 16 是人成瘾的高峰期 现在我们国家毒品控制很严 大家知道网络成瘾 就这个时期 15 16 然后呢 犯罪的高峰期 16岁男性 21岁女性 10到17岁的 占查明罪犯的四分之一 14到15岁的犯罪率 占到14% 那就很高了 在人口当中 这两个年龄 才两年的年龄段 这是英国的一个调查 那么 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特别强调 青春期的重要性 那么青春期重要性 首先我讲一下 它的生理发育 大家知道青春期的发育 第一个信号 就是身高的变化 如果你看街坊的孩子 前段人坐电梯 还在你这呢 过段时间 你一看都这么高了 这一定是青春期 它已经进入了 这是第一个变化 那么第二个变化呢 它很快就是出现生理的 比如女孩开始月经 男孩开始出现排经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呢 这个人的心理也会有些变化 我们看看人的口头禅 一般小孩刚会说话的 就三岁上下的 出门一张嘴 就是我妈说 我妈说不知道拿人家东西 然后幼儿园一上了以后 回来就说阿姨说 阿姨说这事不好 等孩子上小学呢 口头传什么呢 老师说 那什么时候变成平坤的了 大家看初中 到初中就开始回来 跟你说什么了 同学说 我们同学都说 这衣服不好看 这牌子不好 高中的时候呢 开始书上说 现在是网上说了 然后以后 我们现在成年 我说 那么这里的转折 什么意思呢 就在前三个阶段 我们都是仰视的 就是妈妈 老师 阿姨 到初中之后 平背 平背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讲 首先他的身高的变化 会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变化 这是我们知道 视觉 身高原来是这样 这样看人 这样看人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有一次我跟我爱人 在公园里头 旁边过几个篮球运动员 那篮球运动员 走到我爱人身边的时候 他就到他这 我当时就开玩笑 我说你老是俩人 不老人把你盖帽了 就是一看那个人 我一抬嘎着窝 就把你摁下去了 对吧 开个玩笑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就肯定从身高上 你就站着劣势 因此就是说 孩子他在仰视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心理 自觉不自觉的服从意识 你当你面临一个 比你高一头多的人 你在他面前 你敢怎么造次 一般我们都老实一点 对吧 但是呢 当你要面临一个 比你还矮的人 你什么视线 你老子 你敢怎么样 别说 别说男的对男的了 就是男的对女的 女的要比男的高的话 那男的在女的面前 你比如我们研究犯罪心理 有一种叫奸杀 就是先杀后奸 有一次他们就遇到 这案子打电话 问我说 这是不是变态 我说不是 他们说那是什么 我这男的一定身材很矮 这女的活着 他不一定打得过 所以他要先杀后奸 抓二的 这男的一米五三 浙江金华的董文宇 这在四川抓获的 所以讲这个视觉 会对心理有影响的 那么孩子也一样 当他在这样的视觉的时候 他对成年人的服务正常 这个心理学 也有这么一个实验 让家长们体验孩子的心理 模拟这个正常家 这个身高 我们比如一米七吧 把一米七当六岁的孩子 然后呢 模拟做一个家庭 成人进去以后 久违的感觉 一看冰箱那么老高 一看开灯的位置那么老高 上床都在这位置 吃饭桌子在这位置 所以大人出来以后 讲说现在知道 孩子为什么那么依赖大人 因为他自己做事很困难 现在孩子为什么那么好奇心 因为他什么事都搞不清楚 够不着啊 那么这个时候 孩子是依赖你的 而且他是依靠你的 但是当他一旦视线这样 就很难了 什么呢 平起平坐了 这个平起平坐 第一种心理变化就是什么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当他个头跟你一样高的时候 他就不希望你再替他做主了 有一次我在超市里 遇到一个妈妈 跟那孩子可逗呢 他妈妈在这排队 因为人很多啊 他叫那儿子说 你快点挑 我这都快到了 那儿子说什么 谁让你了 你回家回家去 你回家去 然后他妈妈说 我好心跟你排队 你怎么这样 那孩子说 把钱拿给我 你走 你走 你不要管 他妈说 那我给你多少合适 给20行吗 太少了 拿100 100 我剩下还给你 他妈妈后来就说 说你看这孩子 我说这叫青春期 那么这孩子当时要春游去 所以他要买点东西 他妈想陪着他 结果这男孩不要 意思就是说 你走 我自己会弄的 这就叫青春期 我们有一个同事 讲什么叫青春期呢 说孩子要下学 说妈我回来了 我饿了 这都不叫青春期 妈我回来了啊 然后进屋了 把门打一关 这就叫青春期 就是不跟你说话了 那么也就是 他开始回避父母的干涉 为了取得更多自主权 他开始回避 谈个人的事情 比如分数问题 异性交往问题 所以到青春期开始 父母明显觉得 孩子跟你在沟通上 有隔阂了 还有对以往权威的否定 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 很多事你别说 我自己知道 你让我自己考虑 我知道人好坏 用不着你说 他就还是有这种意识了 这都叫独立意识增强 第二点 自尊心特别强 这个孩子 有时特别在乎 别人对他的态度 所以你发现 中学生这个学生 有一特点 他学习好坏 跟老师密切相关 他不是智力问题 他原来数学很好 但换一个数学老师 马上下来了 为什么 这数学老师 他不对付 这就叫什么呢 他很在乎老师对他的态度 所以孩子自尊心 在这个年龄段非常强 那么这个过程 家长和老师 很多人都没这个意识 很多家长 尤其是母亲 我刚才讲了 这个小的时候 三岁之前 母亲对孩子的唠叨非常重要 可是到了青春期 母亲要把嘴闭上 有好多孩子 就母亲跟我咨询 说我这孩子 对我一点不尊重 我说肯定你太唠叨 话多就没有威严 所以到了青春期 母亲第一句话 就是第一件事 就把嘴闭上 少说话 少说话多看着他 然后关键时候说几句 这才有效 所以呢 孩子到这个时候 自尊心非常强 也就是我们在这时候 话 有时候你只要说到了 他知道了 你就不要非让他承认 一般你在这个年龄上 他承认错 那是很难的 比如你说 你这个什么事 不应该这么做 我就这么做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扭头走开 你看他回去 马上他就知道 他不这么做 但是你要是说 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的 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炒吧 那你们俩吵到最后 他肯定对你不恭敬 肯定是不恭敬 所以就说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心理 第三逆反 逆反呢 我们也容易理解 什么呢 孩子从小长到大 一般爸爸妈妈的光荣历史 他基本都知道了 你再怎么说 他都听过了 你看我们当老师 有那种感觉 讲一次课 大家听新鲜 你讲第二次 第三次 你就心里打战了 为什么呢 你弄不好 前几次讲的案例 在这里又提了 你前面叨叨叨的话 你这又说了 所以学生这老师 要是比如我讲三门课 我都不愿意给学生开太多 为什么 就怕重复 你自己不知不觉 你就会重复 所以呢 这孩子也一样 你父母再说 你第一次说 你好好弹琴 弹大了以后 钢琴能挣钱 真的 那我好好练 到后边再说 弹钢琴能挣钱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再说 烦死了 对吧 他这是两码事 所以这话一多了 就烦了 这孩子逆反心 也是这样 就从小到大 听了没心意了 再一个 你小时候警告他的东西 他没验证 你比如说 你在外上 别许况 拍花子的 把你骗走 等等 你小学生 告诉人 那小学生 看外人说话 都这样神情 到中学 你甭骗了 长那么大 没看一拍走的 所以你再说 不跟陌生人说话 他不信了 可是呢 恰恰还是有危险性 那么第三 对于熟悉的教育 宣传表现 怀疑不满足 然后呢 喜欢标新利益 喜欢否定父母的教导 教诲 探索自己的信仰 这个时候 他很容易出现固执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教育要改换方式 父母话点到为止 不要坚持太长时间 第四 抽象能力加想象内容 这个时候 他思维变化呢 也是孩子到这个阶段 青春期后期 他思维已经进入到 最高层面了 就是我们讲 抽象思维出现 那么但是呢 他有一特点 他形式上达到了 智力水平的一定的高度了 但是内容上匮乏 我们都知道 思维取决两个东西 第一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呢 他的内容 这个行万里路 犹如读物万卷书啊 有时候人生活当中 他缺少社会阅历啊 光靠书本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过程 孩子会出现什么呢 他会寻找一些 社会替代材料 比如小说 比如一些虚拟的世界 所以孩子在这个阶段呢 特别容易出现什么呢 他靠想象来弥补 现实的不足 因此呢 他们不不亲信人言 但是却亲信书本 亲信一些文学作品 亲信一些人物形象 比如说他看一个电影 他觉得这就是英雄 他就想做这样的人 但他其实你 包括我们这个警察 这专业 很多人小的时候 想当警察 等他真当警察了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那就是什么呢 他小时候的警察 一定来自某个影视片 那么他觉得警察 就应该是这样 但事实上 警察没那么多 我就讲警察就是凡人 警察也有愚蠢的时候 警察也有出错的时候 警察也有疲倦的时候 警察也有不行的时候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只有真正自己做警察了 他才知道 警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包括我们 有时候在社会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 对警察的要求 是很过分的 比如说 你们警察干什么 赤刀先破不了案 你去破一试试 现在证据意识 要求这么强 警察真的有人很为达 上次我在基森 跟他们办一个案子 好家伙 都去找那嫌疑人去了 他老婆在门口堵着 就几分钟的工作 里边喝了毒药了 结果闹着 我们警察还把他送去院 我们还在负责给他治病 因为你要去抓他 他喝了毒药 最后你还没确定 他有罪 你就先抢救 你还不能审讯 你破解案子 现在非常困难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对警察要求很高 我为什么老替警察说话 我说你们真的不理解警察 警察怪可怜的 虽然也有些警察很可恨 但是呢 绝大多数警察还是好人 那么孩子有时候他看呢 他就觉得警察是什么什么样 所以这些都是崇拜对象 那么在这个认知过程当中呢 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幻想 其实我们发现 很多变态幻想类的犯罪 都往往源于这个时期 就是他这个时期 没有同性朋友 再逆于书本 逆于网络 这孩子心理经济会出现异常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一让他交朋友 第二呢 要把他拔出来 怎么去拔呢 多方面 比如说不要光逼他学习 要带他去弄点音乐 搞点体育 学点什么独特的东西 孩子兴趣越广泛 他越不容易出现 就是迟迷于网络这类的行为 后边我还会谈这个问题 第五个心理变化 同伴影响力上升 刚才讲这个孩子的心理发展 到了青春期 他开始独立了 但我们知道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事实上不可能独立 因为他会遇到很多麻烦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欺负 这个人类早期是体力战争 个人早期呢 就是力量较增 孩子之间欺负 刚开始就看谁个人都大 谁有主意 这两个 那么有些孩子 在这两方面不适应的时候呢 他往往受欺负 受欺负的时候 到这个年龄段 孩子是不好意思 再去找老师去了 你想小学生 如果课间被同学欺负了 他可以哭着进教室 老师他是他拿沙子养我 高壮 你到初中你要这样做 那全班同学都会笑你 绝对不可能 所以他只能抹了一眼的沙子 然后抹了眼泪 咬了牙进去 他不会找老师的 那么有时候 他也不告诉家长 所以有很多孩子 在这个阶段呢 他往往就是 会遇到很多麻烦 那么他最好的样是谁呢 就是同伴 因此有些孩子 在这个阶段 他往往去寻找谁呢 你比如有些孩子 他学坏 找坏孩子交往 家长就恨他 就骂他 你怎么不跟别的孩子交往 你偏跟他来往 有些家长说这个话 我经常跟家长说 我说你不懂 孩子只要有这种行为 一定有过安全问题 你不要骂他 不是他的问题 因为只有结交了坏孩子 你才不被人欺负 所以他只要结交坏孩子 一定有这问题 那么第六个 性意识觉醒 性意识觉醒呢 也是在这个阶段 刚刚我讲了 他性发育了 生理有这现象了 有这现象 父母不说话 怎么办呢 他就一定会去琢磨 这个琢磨呢 一般都不是目光对视的 去琢磨 应该什么呢 就是单向的 就是看看静态的 什么书啊 电视啊 录像啊 还有一些呢 通过一些孩子谈聊聊天 这个 所以在这个过程呢 我叫隐性关注 这种隐性关注 很容易使一些孩子 开始受刺激 受刺激以后 出现生理冲动 然后去做一些冲动行为 我们这叫过错 那么这些呢 这个 讲到刚刚这个阶段 孩子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和学校教育有关 这个初中阶段呢 我们知道压力是最大的 初中到高中 学习压力最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家长 要扭转一个观点 我有一次强调这个观点 就讲什么呢 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 心理阳光和智力 二者相比 阳光比智力更重要 所以我宁可让孩子 上不了名牌大学 我一定要让他活得 快快乐乐的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家长 不是这么做的 我们很多家长 都在逼孩子 这个逼啊 有个什么特点 有时候人没有潜力 这个人的潜力 逼也是能逼出来的 但是正是因为 这种逼式的教育 导致我们的孩子 到后来会出现 很多的问题 一个是什么呢 他不知感恩 他的成功认为 都是他自己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这个孩子生活当中 虽然达到一定高度 但高处不胜寒 他不会排解 心中的一些问题 因为他社会性发展 有障碍 所以呢 这两者 有的时候让孩子 虽然达到了一个 很高的智力水平 却因为心里不阳光 出现抑郁症自杀 这类问题 那么每个人 其实有每个人 我认为啊 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个我们这些人 是我是经历过文革的 说句实话 我六五年上小学 七六年毕业 我在学校读书的期间 超过五年 不是学工 就是学农 学军 学生 但是我认为我们这代人 很多人都不傻 全在关键岗位上干着 所以我始终强调这个观点 人的成功在于什么 在于他的自信 还有在于他的 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孩子 学习很重要 但不是唯一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家长的 不要完全跟老师 站在一条战线上 老师有一个分数线 有一个任务 我们家长要顾及孩子 全面心理发展 我记得有一次 我遇到一个浙江的老板 他跟我谈到他孩子 说我这孩子考试 多少分多少分 我后来跟他讲 我说孩子分数不重要 分数是老师管的 你打电话 你要问孩子 你上学快乐不快乐 有没有人欺负你 老师对你好不好 你有什么心理上的想法 我说你做父亲的 要关心这个 这个老师是不管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有时候他受人欺负了 包括老师对他态度不好了 或者他在某个功课上 难度很大了 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需要父母来跟他交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孩子青春期出问题 也跟他学习上的失败有关 当然还和环境影响 这些都有关 当我们发现 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一下 我们的教育方式 第一点呢 我讲要改要求和命令的口气 变商量的口气 这是我们 只要孩子进入到青春期 刚才我讲的 他独立意识 自尊逆反 这种心理出现 做父母的一定要调整 我们的教育方式 小的时候你可以爱 小的时候你可以包容 你小的时候你可以去惯他 当然也不要惯过分了 但是到这个年龄段 第一平等 第二商量 遇到什么事 你讲比如说 哎呀 我觉得你是不是该看书了 这电视 你要看没完啊 不过你要真想看 自己定 我觉得你应该看书 这样说话 而不要说你该去学习了 不要看电视 这口气就不好了 第二呢 要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尊重待之 我记得有一次 大家看完栏目当中 有一期节目 这个跟我连线 妈妈和女儿 这妈妈是单亲啊 就这么一个女儿 对女儿可好 结果女儿开始交男朋友了 妈妈急得不得了 天天又翻书包 又查日记 结果他女儿有一次发现 封过他日记 这女儿跟他没完了 最后离家出走 然后呢 就打电话求助 然后我记得当时跟我连线 我跟他妈妈讲 我说如果你同事的抽屉 里有本日记 你会打开抽屉 拿块翻吗 他说那不会 我说一样 你应该把孩子 当做同事来对待 他已经成年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把他视为 尊重的对待 就同辈 你说话要把他当同辈 你跟同事怎么说话 你有时候想想 你对他 你不会 当然我对孩子 和对同事的那个心态 是不一样的 孩子是我要负责任的 所以我肯定要说他 但是你说话的口气 你应该像对朋友那样说 第三要让孩子 参与家中的大事 这是刚才我强调的 参与家中大事 也就是说 不管他什么样的学习状态 家里什么事都要告诉他 甚至难的事 你就是能解决 你也要先听他的意见 比如说奶奶病了 现在住院 我们要陪你陪床 哎呀 可是咱们家就这几个人 怎么办孩子 听他的意见 他会说妈妈 我也帮你们陪吧 哎呀你学习那么紧张 这样吧 那周末 你赔上个半天一天 让他做一遍 没有坏处 啊 还是那句话 学习啊 学多少也没够 但是呢 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第四点 善于从孩子态度 发现自己教育背景中的问题 有的时候 你什么方式教育 他就什么方式对你 你尊重他 他就会尊重你 你不尊重他 他也会不尊重你 所以孩子要跟你死了白天 那就说明 你也有时候教育方式有问题了 哎 还是那句话 无言自危啊 你有话点到了 你不说话了 看着他 默默看着他 他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要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 第五点呢 要关注孩子最好的朋友 及相关家庭背景 这个在这个阶段 孩子刚才我讲了 他和群性发展非常突出 就是他有很多话 他可能不跟父母讲 不跟老师讲 但他会跟他身边最好的朋友 这个最好的朋友 往往是同性别的 同性别年龄相近的人 所以这个过程 同性别年龄 朋友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大 因此你要想知道 你的孩子的一些情况 你不要去问 你只要看就明白了 他交一朋友怎么知道呢 孩子过生日 你把他 把你好朋友都请来 我做东 你做主 对吧 请来以后呢 你可以挨个认识一下 你爸妈干嘛的 你就知道 你孩子交了什么朋友 当你孩子交的朋友不好的时候 你也不要急 你要问问他 这孩子你欣赏他什么地方 让他跟你说 说出他的优缺点 这样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跟那孩子交朋友 如果你发现那孩子不是太好 那你可以提个建议 你说我觉得这孩子 在某些方面感觉 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你觉得有没有 问他 实际上这话告诉他足够了 他自己会掌握的 当然他如果有什么难度 你要发现 比如他想摆脱摆脱不掉 这时候你要能发现 然后他有时候你要跟他 像我是前面讲 如果父母和孩子交流很好 他会跟你来求教 那么第六点 关注孩子的兴趣所向 尽可能以其共同欣赏 引导他的兴趣 青春期的孩子 你不要简单的阻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历史上治水是顺的 不要赌 孩子也一样 你比如说孩子 当有些时候出现一些 不良的嗜好的时候 像网络成瘾的时候 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嗜好 你别成天说人不好 对吧 你要跟他共同欣赏 比如说你这网络 游戏好玩 好玩你教教我 这玩意怎么好玩 让我看看 他可能刚开始不耐烦 但是你不厌其烦 跟他学 然后把他拜为师 他到没准还显摸两下 还教教你 这样俩人就开始有共同点了 这样你也知道他关注什么 孩子最近看什么好书呢 给我推荐两本 你们这年龄都看什么书 告诉我 我也看看 跟他共同成长 所以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了解他 还有要给孩子信任 信任感 有时候是双方一种默契的感觉 就是你 我孩子建议告诉你了 但是呢 我相信 我这孩子懂事 自己会处理的 然后你静观 其变 就足够了 不要天天唠叨 尤其做妈妈的 女性 我觉得一定要学会这种 大度的一种教育 最后一点 为他的善良成功 负责表现而骄傲 有时候孩子 学习上失败了 已经很沮丧了 你千万不要再打击他的自尊 那么要找到他其他的优点 来鼓励他 比如我这孩子吧 哎呀 做人特实在 要当着别人去表扬他这一点 让他知道 哪些方面 是他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 值得骄傲的东西 让孩子找到自尊 一个孩子就怕什么 比如像我想日本的 这家汤之大 这家汤之大 他说我是垃圾 还有咱们原来有一个 就是网络孩子张萧毅 跳娄自杀的那个 这都是什么 都有那句话 我是垃圾 为什么 在社会当中 没有人认可他 没有人关注他 没有人欣赏他 相反有一个人欣赏他 你都会觉得 我这人活得有价值 有时候 哪怕同时说 哎呀 你这人带人特别的实在 我都会觉得 真的下次我更实在的带人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 这方面的肯定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当孩子迷上网络 这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 第一呢 就是什么呢 这个千万不要说 那网络是坏东西 我现在在很多场合 做这个网络节目 我都强调这一点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 一看孩子迷上网络都骂 这网络商 怎么怎么可恨 网络怎么怎么可恨 错了 网络是导火索 导火索 外面插进一根线 真正的炸药 不是网络 炸药是你孩子 心理上的问题 孩子一旦迷上网络 必有他心理上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 这今天我们不能展开讲 把心理学展开讲 大家都明白了 感觉单一 人就会痴迷 感觉单一 人会痴迷什么意思 就是生活 你要如果干一件事 反复就干一件事 我们就会出现 你比如练气功 学外语 关在监狱 单独紧闭 这人除了十有八九 都封联 孩子也一样 您天天就逼他学习 我的孩子就曾经说一句话 让我特别震惊 我当时说你们这代人 比我们这代人厉害 我说我们这十多年 没学什么东西 你们天天学真棒 我那孩子说什么 我们这代人非常羡慕 你们这代人 你们太幸福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们感受不到 我们的痛苦 每天早上七点十分 坐在教室里 要坐到下午五点半 晚上回家写作业 要写到十一点半 妈妈不是一天 是十二年 连周六周日 都被你们站上 我一想 这人不疯才怪呢 所以这叫什么呢 天天守那本书 那有些孩子爱学 关键有些孩子不爱学 而且知识也不光书本 大家知道成龙 要放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 肯定是小混混 大家都知道成龙 他不擅长学习 他就擅长动作 那为什么我们 就不能发展他动作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有些问题 我们要去理解 刚才我还是讲这个 孩子的心理问题在大人 我们不理解他 你就很难 所以我也 当然我现在也谴责 我们的教育 我认为我们现在教育 就是一种考试教育 选拔教育 而不是一种生存教育 就我们每个人 活来啊来 是凭自己的哪一种特长 我的价值在哪 比如我这人吧 就擅长操作 我不擅长写东西 那我就学点操作性的 我这人就擅长去思考 我不擅长做事 你就让我去思考 你干嘛 所有人都外语 政治 化学 数学 整一遍 有的孩子就讲了 像我那孩子学音乐 他数学不好 他特别痛苦 他说妈妈 我在三个小时上 用数学上 不如我三个小时 用外语上 我后来就说 那好吧 咱不学数学 但老师不干 我说没事 我说咱之后 不考那代数学的课 后来我那孩子 咱们学校唯一考上的 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中学 唯一考上一个 重点大学的一个学生 为什么 他后来学的是音乐 没有学那个 那么也就是说 做这个家长的 我们的擅长 应该是了解孩子 我这孩子适合学什么 然后你要了解过程 还要跟孩子商量 你喜欢做什么 然后咱们今后 选择什么职业 我那孩子高考前 他当时很痛苦 我怕考不上 对不起我 我说没这问题孩子 我说就这些钱 我说你考不上 你想干什么 你想开店 我把这钱给你做 启动资本资金 我都这么讲 我说你想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人准当能找到 自己的一个位置 有一个同志跟我来自信 说我那孩子身上 长了很多子巅 不肯去上学 就那白班 怕同学嘲笑的 他说我这孩子怎么教育 我说你给他找一生存 他喜欢编织 编织学会外语 学外语 今后搞翻译 在家里干的事多着呢 干嘛非要去上学 他父亲后来说 对这倒是对的 他说我那孩子 喜欢外语 我说那搞翻译吧 你翻译一篇文章 也不少钱呢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孩子 兴趣表示肯定 然后去跟他 共同讨论 那么让他感觉到 你们俩有共同语言 然后他才愿意跟你交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能去 去拉回他来 比如说刚才我讲的 让他兴趣多样 生活有趣 他不会吃你网络 如果一个人 活得很高兴 很快乐 他干嘛 他就是玩网络 他也不会吃你 痴迷的一定是 回避现实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 为什么限于酒饮 他肯定失恋了 他为了摆脱痛苦 他才喝酒 他为什么上网成瘾 他想不上学 因为上学不快乐 这快乐 所以你要让他 有别的快乐 我记得有一个记者 跟我讲 他高二的时候 迷上网络 他父亲很聪明 暑假里抱了一乒乓球班 不光让他学班 他每周末爸爸还说 我得看你进步到什么程度 我要跟你打 后来跟他父亲为了比赛 他自己自然而然 摆脱网络了 后来乒乓球 打得也很棒 所以我讲 这就是聪明的父亲 还有发现孩子初恋 初恋的一般 在中学阶段 特别容易出现 这时候很多家人 我就遇到很多家人 给我打电话 都这种事 哎呀 我这孩子要跳楼 怎么办 我说怎么了 早上起来 就因为他跟人谈恋爱 他妈妈骂了他几句 他就说活着没意思了 要跳楼 怎么办 我后来教他父亲 我说他妈妈骂他 你让他妈妈躲开 你上 上去后说什么呢 哎呀 我这女儿真棒 这么小就有人爱了 说明我女儿很可爱 你不要把孩子这事 看得那么可怕 然后告诉孩子什么呢 哎呀 你这个 不要为这点事这么激动 既然有人爱你 你还是很有价值的 干嘛要死呢 不要死 对吧 等着人家爱 咱们也可以爱别人 然后再缓解这气氛 以后再谈别的 那么这个一般初恋呢 原因一般有这么几点 第一呢 家中性别缺失 一般的这个家里 没有父亲的孩子 尤其女孩容易容易早恋 家中这个男孩 没有母亲的容易早恋 当然还有一种 虽然有父亲 但是父亲经常不在家的 这孩子也容易早恋 所以就是说 如果一个女孩 有一个特别好的父亲 他绝对不会早恋 男孩也一样 有一特出色的母亲 他看女孩的眼光 就会很高 所以呢 这个早恋 第一是家中性别的缺失 第二呢 同学相互影响 有时候孩子谈恋爱是什么呢 我们上班都有了 我要没有说不过去 第三呢 生理反应 就是真的是有些孩子 他看了一些片子 或者什么冲动 想交朋友 那么一般上这种情况呢 作为家长呢 要聪明一点 第一呢 不要僵持 不要目光对视去训斥 这目光对视 一般关系肯定闹僵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当你发现孩子有初恋了 我建议你 用最传统的一种方式 文字交流 因为这个时候啊 写下一封 这个情意绵绵的信啊 那非常有效 第一 祝贺孩子 你长大了 我很高兴 我的孩子有人爱 第二点呢 在生活当中 这人呢 要经历几个阶段 你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 这个阶段 虽然很快乐 很幸福 但也充满着危险 危险是哪些 第三点 什么是恋爱 这个恋爱和结婚 什么关系 当然像我 我这个 因为搞心理学的 我对孩子教育 就非常的什么 我会在很多日常当中 就去教育他 比如有一次我们开车 走到街上 开上结婚的车 都也差一溜 都是奔驰 然后我那女儿就说了 哎呀 俗不俗 我说孩子 你错了 就得这样 什么呢 要让男人知道 结个婚啊 办公司家产啊 都不能轻易的再结婚 后来我就跟孩子 说什么意思呢 我说你要自己 把自己轻易的给了他 什么要求都不提 就给了他 就相当于商店的东西 降价处理 你爱拿哪个 拿哪个 拿走 我说你能把自己 当降价处理吗 不能 所以你要有标准 你要有要求 不能轻易的 把自己给别人 你就是谈恋爱可以 但是不能把自己给别人 我就这么告诉孩子 我不回避这个话题 那么 然后告诉他 什么叫真正的爱 爱代表什么 什么 你怎么去看一个人 爱不爱你 这个要跟孩子交流 然后还有一个 给孩子充分信任 让他把握分寸 这个男孩也一样 男孩呢 要告诉他 你要爱一个孩子 你先想想 你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还有一点 你会不会变 我记得有一次 卢行老师讲课 讲得特别好 他有一个故事讲的 一个男孩在县城 跟他爸说 我们班一女孩特可爱 我看上他了 爸 我今后想娶她为妻 他爸说 我儿子眼光不错 这女孩是不错 不过你今后 不打算考大学了 你现在可以把这事定下 你要如果考大学 我建议你考大学以后再说 如果你打算 今后就在县城生活了 你就现在可以把这事定下 如果你还想出这县城 他父亲非常聪明 没有马上否定他 而是告诉他 你未来大概有几条路 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方法 就是说我们要眼光比孩子高 但是说话呢 要比孩子更加聪明 这样让他来知道 这个恋爱是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呢 恋爱和婚姻还有一段距离 然后婚姻意味着什么 像当时我记得他们 我那孩子老师怀孕了 他问我妈妈这个老师怀孕了 我说是吗 我说你们老师刚结婚就怀孕啊 他那有什么呀 我说刚结婚就怀孕不好 应该有一年的过渡期 他说怎么了 我说到时候那么好会变化 我说先适应一下 要合适了 稳定了 再要孩子 真让我说中了 那老师生完孩子不到三岁 两人离婚了 所以后来我那孩子特信服我 他说妈妈你说的真对 我说这就是他们俩 这个关系底儿不好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你跟孩子这种教育 就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教育 不要回避这些话题 所以我讲这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 这里讲 第一不要回避和孩子谈性的话题 第二要以孩子共同讨论 吸引异性人的 这个吸引人的异性 比如做爸爸的 可以跟儿子讨论讨论 我当初看上你妈 是因为她优点在哪些 女人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 那么做妈妈的 可以跟孩子谈 比如要是女儿 做妈妈的来谈 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 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就是要学会跟孩子 讨论这个东西 让他很小就明白 这个最重要 那么还有一个保持家中 异性良好的接触 尤其父亲经常在外工作的 这样的人 一定要回去多跟孩子接触 不管是男孩女孩 或者母亲有时候忙于工作 也要学会 你比如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 但是我会借着逛商店 什么这样的时间 跟孩子聊天 我经常他喜欢逛商店 我也去 那么就借这个机会 我们俩谈 因为你在家里面对面谈话 很别扭 但是一边溜弯 一边谈这事就好说了 就要学会跟孩子做 有意识的接触去谈 还有告诉孩子性交怎么回事 像这种情况 我觉得可以通过很多方式 包括电视的动物世界 包括我们去一些看 我家的养一狗 那狗最开始生殖器出来 我那孩子打电话 问人宠院 说他在底下长一红棍 和宠院直乐 回来我告诉他 我说这就是男性生殖器 我说这怎么回事 不回避 所以这孩子 他看这话题很坦然 他也就没必要 偷偷妈妈去看书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 通过书信告诉孩子 性意味着什么 性别魅力修养 性别魅力社会交往 道德法律同行的意义 生理知识 那么我在博客上 曾经写过一个 性交易的问题 我认为在初中阶段 应该给他们讲一讲 性别魅力 在高中阶段 讲一讲人类性史化 让他们知道 人类性的发展 为什么和道德和法律有关 因为这个人类发展 过程当中 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因为大家都在 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 这个如果在性的问题上乱来 第一 孩子会今后搞不清 父亲是谁 搞不清父亲会近亲结婚 近亲结婚会 人类繁衍出现低能 因此人类控制 这三代之内 不让同繁衍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要确定 这个继承权的问题 它涉及到财产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通过学历史 去掌握这些知识 然后最后再讲一些 避孕知识 所以像这些呢 都是我们性教育的 一些层次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要告诉孩子 人生的真谛 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时候作为父母 跟孩子讨论不讨论的话题 很多家长我看 都没有讨论过 其实讨论讨论 这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像我跟我孩子 经常就说 你说大学生自杀 我说为什么呀 他就说 哎呀烦呗 我说那烦什么呀 我说人一辈子 总有烦呀 我说你们有烦 我们也有烦 但是如果你现在上学呢 我就怕他跳楼自杀了 你会怎么办 对吧 我会跟他交流这些观点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 他讲一些生命的意义 包括我给这个中学生 去讲课 有时候我经常问他们 我说人生最重要的 最宝贵的是什么 孩子们很痛快 就回答生命 我说生命为什么宝贵呢 他说生命就有一次 然后我再下一个问题 既然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就有一次 那么我们如何宝贵 我们的生命 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学生就没声音了 然后呢 他们会想 有些学生开始尝试回答 那么最后 我给他们概括几点 要想宝贵生命 第一要健康 健康就要远离 那些不健康的东西 第二要自由 要自由的话 就要守法 你不守法 就一定会丧失自由 所以这两样东西 是最重要的 第三点 情义 人要想活得 生命有益 就得有情有益 有情有益 生命才有色彩 那最近在网络上 讨论这个四川 那个范美中老师的 这个跑跑时间 其实我认为范老师 他也说那么说吧 他这个事吧 我觉得能理解 但他那说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个人的看法 我后来也 近期在博客上 写这么一个东西 我认为什么呢 我这里不谴责 只是按他的逻辑来走 我认为如果 在平等的情况下 大家在紧急情况 都往外跑 这是对的 但是呢 在成年人和 未成年人这之间 那不应该 为什么呢 因为未成年人 需要成年人来保护 那么 他自己也讲到 我自己的女儿 我要管 那社会分工 我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别人的孩子在你面前 你的孩子在别人面前 那既然你自己的女儿 要管 别人的孩子 你也要管 我们大家都管孩子 我们的孩子 才会存生活下来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 我认为范老师错了 他因为职业是教师 你要如果不是教师 你怎么跑都行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点上 我们应该要明白 社会当中情义是什么 我讲社会是一种互动的行为 你对别人什么行为 你一定受到什么行为的回报 有一句话叫 助人就是助己 如果就说 当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咱们就去帮助别人 那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会有人来帮你 这是规则 如果我说 我需要我就帮 我不需要我就不帮 那当你有天 你有需要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人帮你 因为别人有这种规则 所以我们应该 形成一种互动 叫互动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彼此有情有义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 你比如四川地震 我们大家都来帮 那么别的地方 大家就会觉得 那四川同志也会帮 这次唐山地震 有很多人跑到四川去帮忙 因为他们曾经被人帮过 所以我觉得 情义是人和人之间 活起来的那种 非常有味道的东西 这要告诉孩子 还有刚才我讲 人生的起源就是情 如果没有情的话 生命都不存在 所以像这些道理 一旦明白了 那么孩子 我觉得他就明白了人生 那么还有一些 孩子的这个教育 比如像孩子过生日吧 这我曾经有一次 跟萧小林曾经提过这个 孩子十四岁生日 十六岁生日 十八岁生日 您别给他白过 你要给孩子 一个什么告诉呢 孩子我祝贺你 今天长到十四岁了 你知道十四岁 什么概念吗 十四岁你开始有些行为 我管不了你了 你需要自己负责 哪些行为告诉他 第一不要拿别人东西 不要杀人 不要放火 不要干什么 等到十六岁 告诉你 你要好好读法了 现在很多行为 老爸老妈管不了了 你要做了 就得自己负责 那么半开玩笑 半认真 什么呢 给孩子一个法律意识 你有责任 这叫责任教育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呢 就是法律 其实就是人的社会责任 也是一种 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彼此要遵守的 一种规则 就像这些呢 如果我们做好的话 我认为孩子会健康成长的 那么我就讲这些吧 看有没有回答时间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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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